长者收股息,离开美国开市仍有15分钟 恒生指数又是走回隔夜期指,低水谋息 最低是15821,收市是158.7.8,高了50点 低点比收市价低50点,收市跌了1.27% 中国主要指数真是乖乖,自己自律没有沽空,没有转融券 那个元素之后,股票明显是做好的,指数明显是做好的 上征升了4.9%,收户心升了5.8%,深正城市升了9% 你想想,隔几天而已,那些做法、政策又到位 今天看回北水,没有境外人民币上去,流入27亿 你想想那天升600点,那天升140多亿 现在想想,如果是普通投资者在那天做事,我真的不信 先看下跌股 引起我去买股 那些就是领展 今天领展跌至1月低位,大家记不记得 去年2月10日就是领展宣布公股 好,那天跌了很多 我相信今年也不需要公股 因为它跌得超过我的期待 所以我就买了多少,买了些少 如果跟回我的影片,我之前有条片 有标题写着领展炒除淨 我炒除淨出去,一部分炒除淨出去 现在跌了股息又跌低过我的预期 我会添加一些股票来收息 以及补回我之前,抽取淨出去的股 这股再讲一讲 它本来就不需要搞那么多事情 如果肯保守一点,做事 不要那么深红 深红好,就是有冒险精神 冒险家,受万人敬仰 但它在最不恰当的时候 在最不恰当的时候 就去买货 或者投地回来发展 安达神道那些,它现在都很投赤 你拿回来,就算你做一些铺 出来租给人也好 寫字楼、铺 社会的需求量如果不好的话 你又租不得很贵 你投入了资金,在不适当的时候 借钱出来,又买新加坡 又买国内 国内的铺 现在的需求量比较低 你怎样说自己的门面 又怎样有港式的铺 租得多好 可以更好 如果在很恰当的时候 不用那么多债务 你就会舒服很多 所以这个人 就算你捱得过 捱得过现在的风潮 你将来有钱赚 你都伤了身 现在伤了身 股价这么低 你想想人家的IPO 捱得到现在的损失多大 在这几年之间损失多大 但我觉得去年11月的低位 始终还没有跌破 这个低位 即33-35元 我看到它跌得比较多 跌了2.5% 我就买了少少 中电就订了2月22日 即是过元年回来之后 就决定派什么息 前一个交易日 它就升到垫了直线插上天 现在这两天就回回 半支大阳烛 都是合理的 我反而觉得你跌了 等派息消息更好 即是升定来等 就像阿里那样 升定来等好消息人家就出货 如果不好消息就跌得更多 这样就不太好 即是中性最好 现在它就是跌回 那天升五六百点之后 那个升幅 即是这个 跌回一半 合理的 即是不需要害怕 如果再跌到63元 去回这个附近 去回这个附近 那你就 可以买一下 如果有闲钱 最重要是闲钱 你就不要借 不要买凸自己 就不好了 买凸自己的预算就不好了 分享一张图画 这张图画就是 幽品360 你随机拍一张照片 都看到排队 去给钱的 这张图画就是 下午大约2-3点 这张图画 这张图画是 今天升了1.05% 虽然是跌 恒指跌 但是它就会升的 这张图画 不太受指数影响 它也影响不了指数 这张图画 虽然成交不多 你很有心思买 可以买到多少 现在就 好像 向上有些生机 但是我买来收息 这些为什么好呢 就是少人关注它 就不会买高的价格 所以它现在明显 那些息率 比其他那些 比如中资银行股是高的 没什么 钱买它 机构投资者 应该不多数 这些股有这些股 它在避开所有人的注视 它自己 跟随自己的生意 那些基本因素 去走 走势自己走 这些股也很适合 有几个股 很明显在等业绩 比如奥博 赌股 其他股未必升得那么好 这些股 连续几天都升 4% 5% 我想 投资者 就是觉得 19年之后 都没有派息 第二 他上一次的业绩 仍然在虚 所以 投资者推测 他会不会 因为 澳门很多游客 酒店都订了 会不会转规为型 第一 第二 会不会派息 我相信 奥国 今年年度派息 的 几率很低 因为他前三季 都在虚本 最想见到 我想 投资者 希望 他这次盘数 可以转 虚为型 又或者 负数 负数 很少 下一期一定转虚 一定是扭虚 所以 这一轮 很受 投资者注意 今天又升了 4.09% 好不好买 这只股 挺好的 因为跌了这么多 以前是收息股 他有生意 所以 当然 没有那些 新酒店 那些 那么漂亮 那么多 演唱会 那些 那么聪明 但他不是 很简单 你进来就可以了 你走进来 走进来就可以了 这些店铺 有客户就可以了 花旗银行 看标题 维持澳门赌收 195亿 2月份 2月份 当然是更多 你经过那些新年 农历新年 经过那些 发较新年财 就去光顾他 大不伐人 所以 他的2月份 职会是好的 但是 他是3月份宣布的 那么 希望他 我 我拥有两个赌壶 一只 一只 那么 就 期待他 转盔为盈 这一只 525 或者港心铁路 他就一定 转盔为盈 问题就是 会不会在这个年度 派息呢 我觉得有些机率 所以最近 他的走势 又好像 多了些人去炒他 多了些人去 多了些投资者去买他 之前1月份 就是 跟着大市去跌了一轮 最近这几天 就有些买盘 也是3月份宣布的 这些人 就是期待他 会不会有些消息 传出来说 会派息呢 因为派息 他会上升很多 这只股 我看 技术上 就可以买一下 他现在 中性 不上 不下 两次 在低位 1.38 这些 三次都破不了 现在 已经在1.5 这些位 在打等 如果升定 等业绩 也是3月的 这些 升定等就不太好了 好像 阿里 跌了之后 平稳 又可以 买些 买些 就算他不派息 你也拿着他 也不会有什么 蚀章 连续几次 低位 去到 十个月之前 也是 过三 这样 现在 这是一年的走势 之前 復上 升了一轮 但是 又不宣布派息 每次宣布业绩 又有钱赚 又赠了 又不说派息 所以 那些投资者 都很悶 不要你 到最近 又有得 这只股 在 现在 买都不会很蝕张 如果有耐心 他始终会派息 不是这个年度 就是下一个年度 8日 今天 升了1.47% 大肆在下跌 他仍然是一只升股 本年度 一只升股 他受制于上次高位4.26 试过很多次都不破 他现在需要一份好的业绩 和好的派息 来增添他向上的动力 但是 有些人 就见到 跌了下来 又试试买下去 当他买了之后 又见到 不是很多人跟进 他又会下来 所以现在这些股 基本上 过去4个星期 都是橫行的 跌了下来 在上次高位 冲不破之后 跌了下来 当时很多人在这减货 我是其中之1个 跌下来 现在在这些位置等待消息 所以这些位买货 我相信是有试快的 我相信有试快 而且业绩应该是不错 起码都持平线 没有什么坏消息 这个行业 所以 可以见到4元 4.0多 像现在 现在升了上4.1 如果4.0X 可以买下 太古地产 1972 他就说 他们整体 不是香港整体 我想那些字眼 有些混淆 他们整体办公室 写字楼出租率 93% 比上一期低了3% 但是 商场 100%出租 太古港场 98%出租 这些数字 可能 可能 会复制在其他房托 有可能 不是这么差 但是 很多房托 都是 跌定等待 今日期的 末期业绩 跌定等待 也挺好的 如果不是这么差 又有息收 可能有点 价位赚 这些消息 留意一下 同类公司 出的数字 往往是整个行业 某些指标 先出行笼 行笼的收租部分 都不错 不是大赚 不是减少 而且公运值的股价 连续两年都已经股低了 所以现在的股值 对它盈利的影响 又小了 所以 结果 跌定等待 差不多 很多收租股 都是跌定等待 如果 一旦 有一两家好些 他们宣布 业绩出来 不是太差 或者派息持平 他们会 升回相当可观的升幅 我是这么推测 我是这么推测 收租的版块 大家都很熟悉 有人在谈论 有人在谈论 欺慎 不要说别人先祖的事 当时有一位叫做李欺慎先生 李欺慎先生 就是欺慎这间公司 是法迹的人物 家族的人物 当时 根据香港历史 李欺慎先生 不是做很正行的生意 他是被人行凶 行刺 在街头 死于非名 他是这样的身份 但是他买下了很多地 订下了很多公司的约章 就是不准卖的 只是收租 就是这样的 所以 之后你见到很多 欺慎道 李武台 就是在那个区域 发展回来的 在1997年 差不多 我还记得 是过两次一估计 升到很高 现在又回復差不多 13-14元 我估计是有色派的 至于有人说 是否周年有更多色派 我就听不到了 我真的听不到了 恒生是会这样做的 以前恒生是会这样做的 欺慎 不知道 我还有欺慎 所有这些 12号 16号 有东西出租 那些 有没有卖地产 那些 都是跌定来等业绩 所有这些 房托 435 2778 有写字楼 有铺位 全部都跌定 跌了来等业绩 如果有色派 数字又不是那么差 这些 会反弹 会反弹相当幅度 我估计 如果继续差下去 我就没得说 但是要关注 我又不是自己炒铺 我又不是炒写字楼 我只是凭 一路一路出的消息 推出一下 如果我有闲钱的时候 我会买什么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今天买了领钱 恒生指数 跌了200多点 美国那方面 立指升16 略升 道指又升24 暂时这1分钟 现在是开市8分钟 看下香港期货指数 低水46点 又是低水模式 低水模式 就是说 低开 有些低走 但收市价是高于低点 这个是连续 差不多一个月 是这样的情况 看看先 京东百度 网易都是跌半个百分钟 为何阿里不上名 先跟着他 阿里现在在美国跌了3.22% 跌了两个三门战美金 即还在跌 美国耶伦姐 耶伦姐出来说话 她说 预料商业地产市场 不会对银行看 构成系统性风险 这些是辟谣性质 如果没有谣言的话 没有这些事 她就不需要说话 其实商业地产 即是那些写字楼 特别是写字楼 那些市场就不好 已经令到 有些银行 出现股价大跌 可能因为她自己本身 借这些钱给人 去搞商业房地产 那些信用评级低了 真诗 有些纽约什么银行 即是股价大跌 我早在十条片 或者之前也有说过这些 没有事说话 即是等于辟谣 辟谣 高盛又出来辟谣 其实她可以说 可以不说 她说 七只最贵的股 很多人去美国 就是买这些股 买这七只 所有资本聚在一个地方 买几只股 她说虽然贵一些 但是离开泡沫 还是很远 如果不是有人看她 当是泡沫上升 最后的亢奋 最后的亢奋 就是这个 当时的格林斯潘 好像常常挂在口边 即是股市 非理性还是亢奋 没有气 股市就大幅回调 高盛就出来辟谣 就是不要试 不要试 继续买 即是这样的意思 可能她不久之后 她就出货了 可能 即是高盛 美国股市收定了大约 20分钟 现在 立指 道指 都略略升了 两位数字 这么小的升幅 就起不到指标作用 即是在盘后 盘后都会有很多 美国股都是 是回调一点的 最重要 对我们来看 就是这个 恒指 是不是高水 还是低水 影响着 香港开市 时候的局势 现在就是低水 108点 15770 低水 108点 现在中概股 跌的多 升的少 新东方 教育就升 这些影响不了 香港指数 但京东 亚里 仍然在 尋底 亚里 我看很大机率 跌破 70元 68 69 跌一轮 回归平静 后 让投资者 考虑一下 究竟它的价值 在哪 有个网友留言 有个网友留言 他说电台 现在经常说 收息 股票排多少息 好像有些 注意力 好像有些转向 是的 这位朋友观察 也是对的 说回一个比较理论的问题 你有钱没钱 袋里面 买股票有两种 一种叫做创造财富 一种叫做转移财富 炒股炒高炒低的价 这是一个转移财富的过程 举例 有一位人士 他只亏 他把低价的货 给了某军 B军 B军拿着他 便升回 A便亏了 B便赚了 这是转移性质 当然 别人出贵货 你接了去 又是另一个转移 唯有收股息 就是买那间公司 他努力工作 赚到钱 又有派息政策 有管理层 又想继续下去 派股息 这件事 创造了钱 其中一部分 就落了你的袋子 所以我们收股息 不需要认衰 认低威 我们买那些普通股 我们其实正在创造财富 自己的袋子 正在创造财富 譬如941 762 这一轮都升得很好 虽然本地的收息股 局势 没有现在的中资收息股 那么好 但中资收息股 因为价格高了 就开始慢慢下调 我推选 现在是这样的 中国的股市 就和我们这边的股市 是脱钩的 大家不同 因为政策都不同 在中国里面 你要沽空 或者要转融捐 现在受到了限制 要不就买 你卖又不准即日 你一定要过夜 沽空 过夜 又不想扩大你的规模 我想还有些政策 可能抽你税 都不敢说 香港就 号称自己是一个自由 你有你的自由 你喜欢做什么 就做什么 就现在这样的局势 但你要明白 政府都没有自由 去调节息率 你在一个没有自由 调节息率的情况之下 你容许别人很自由地 提出你的钱 这件事就是 做戏 粉蜜登场 没办法 自己又不可以 做第二套戏 唯有跟着剧本 就继续做下去 主要是这样的 所以香港的收息 我现在都买些什么呢 我现在是买些 少人关注的那些 希望他不要买起 就算你跌下去 很少人关注的股 这些股票多数是 打横走多一点 偶住多一点 除非你发生一些 很剧烈的转变 例如像 900 市场在下跌 几个百分之 它就是 没什么怎么动 比较少人关注它 但这些股票是 长期给你很多利息 给你百厘利息 又不用纳税 其实它是 跟中资银行股的息率 是齐平的 平水的 所以 我现在就有些 倾向买些少人关注的股 不是炒股 如果你要买炒股 就要买人多关注的股 因为 人家想你接货 你也想人接货 所以 取态是不同的 今天就是 农历年最后的一个交易日 只有半日市 我休息几天 首先拜过早年 祝大家身体健康 福治心灵 财运亨通 大家要注意到 股市不分什么年 它是延续下去的 不过有些行 有些基金 就要贵度贵度 交税 即是交数 所以才有人说 二三年又如何 二四年又如何 其实股市是延续下去的 我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继续 玩股 玩到 兴致勃勃 今天先说到这里 今天我看跌